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自寻死路》 在通向东山镇的半途山妖处 立着一座巨石像 叫黑风神 面向凶恶 单手持刀 另一只手抓了一条大蛇 放入嘴里咀嚼 予以除恶令人望而生畏 这早年间有一只流民逃难到这儿 后面追兵撵到这儿 千军一发之时 忽然刮起了一阵黑风 布丁盖地 风中带着黑沙 将着贼兵吹得是魂飞魄散 等风停之后 众人发现 凡是贼兵一个不留 全都死了 死状是相当可怕 全身干枯 就好像被吸干了惊血 而流民们 则是一个也没看到伤亡 流民在此定居下来 感恩黑风救命之恩 在入镇的路口 立着这么一尊 极其威猛的黑风神像 已有尊贞 近百年来 这东山镇 共计刮过了二十八次黑风 每回定要死人 而且死的都是一些 万恶不赦之辈 但说隔壁县郡 有这么一个老汉 叫郑思国 有天晚上做梦啊 梦见在这乡夜之中 碰到了这个好朋友 高百川 这高百川呢 求手丧面 威威娥跪下 要郑思国师继有援手 救救他的儿子 高百川平日里 和着郑思国 一起在亚行做经纪 贩卖一些个 罗马牲口 日久天长 这高百川暴露本性 这个人爱耍小伎俩 坑蒙拐骗 郑思国也是瞧不上的 两个人就就此分道扬镳 已经好多年了 那时候对方尚有 孩子 郑思国心里边奇怪 为什么这高百川 现如今会找上门来呢 高百川解释说 他偶尔听到消息 说自己的儿子 明日有难 因为这郑思国 为人善良 头顶三尺精气 可以屁活儿子 挡挡祸事 所以无论如何 要郑思国 念在昔日旧有的情面上 出手救救自己的儿子 免得他们高家断了香火 郑思国这人 生性敦厚 文言也是鼻子一酸 掺起了高百川 询问他 怎么着 他能帮他呀 高百川说 明天 他儿子要路过东山镇 落脚镇口的客栈 如果碰到这个 黑风神险胜 全因为这个儿子 是要年少 曾经犯下过罪孽 虽然说侥幸躲得过了击捕 但是被神明察觉 明日会刮解恶风 伤了他儿子的性命 这黑风耗时极短 如果儿子能够逃过这一劫 便平安无事 明天五位交汇之时 只要老朋友你 能在他儿子身边上 三丈之内 那黑风便不敢下手 免得伤及好人 现如今也只有他 能救儿子了 这话说到这儿 已经是老雷纵横了 郑思果听了之后 也是心酸无比 就问着高百川 说你儿子长什么样啊 高百川刚要回答 忽然之间 这虚无当中 出现了一个漩涡 把这高百川给吸走了 这郑思果呢 打了个机灵 醒过来才知道 刚刚只做了个梦 高百川在三年前就离世了 现如今又梦到这个老朋友 这是什么征兆呢 这郑思果也是 再也睡不下了 穿上衣服 塌了这鞋 在屋子里边来回踱步 心里边琢磨着 人常言说 这睡梦之中阴阳难辨 混沌不分 于是这梦中可见鬼神 我梦见这老有脱事 我怎么能坐视不管 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家 这独子遇害呢 那东山镇 离这儿有六十多里 郑思果也不敢耽搁 洗漱完毕 租下一辆马车 匆匆忙忙就赶了过去 上有大半个时辰 才到五十 也就是说 离这五位之交 还有两个多时辰 郑思果在镇头 那处小客栈休息 等着老有的儿子前来 这时间就这么 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郑思果是越发焦急 老朋友梦里边 也没告诉他 孩子长什么样 也不知道是黑白丑郡 这怎么去找啊 眼下 只好是一个一个地 来问这些客人 只可惜 问了十多个人 没有一个行告的 又过了一会儿 有几个年轻人 走进店里 就说有效 要了些吃食 旁边桌子坐下 就听得另外三个人 管那个唏嘘的汉子 叫高雄 郑思果心里边一动 越瞅这人 越跟这老酒 有几分相似 正要上前询问呢 忽然之间 没来由地一阵眩晕 这多 在了舌尖上 竟然是半个字 堵不出来 郑思果伸手去捋舌头 但舌头上空空如也 啥也没有 这时屋外刮起了一阵大风 飞沙走石 烧紧乌云遮阳 黑压压的一大片 这天色 顿时就按了几分 掌柜的急冲冲的去关窗户 朝外边瞧了一眼说 这天气也真是怪啊 方才还好好的呢 这怎么突然之间 就下雨了呢 话没说完 一道黑风从云中降下 在屋子外边盘旋 四脚声宛如千军万马 呀 黑风神来了 掌柜的大叫了一声 缩着脖子 关好窗户 一脸苍白 再说店里边的客人呢 文言都是一惊 这黑风神是个传说 他们自然听过 这黑风起恶人壁 但这黑风与这东南西北风不同 他进不了屋 是只能在外边徘徊着的 这黑风围着客栈 不停地打转 直刮的这个房梁 是吱吱惨叫 这些客人们议论纷纷 定是众人之中 肯定有那恶徒 才招来这黑风的 郑思果心里边一惊 口中难言 这只能换个作为 和这四个年轻人坐在一桌 而且特意挨着那个姓高的男子 这几个人顿时是用警惕的目光 盯着郑思果 郑思果焦急万分 但舌头就好像打卷了一样 说不了话 看到桌上茶水 灵机一动 先生一计 伸出手指 沾了些水 写出了来龙去脉 哪知道 刚写了第一个字 手脚抽筋 不由自主地哆嗦了起来 这个举动更是令人生疑 有一年轻人就说了 哎 我们说这黑风 专制恶徒 这老汉就跑到我们桌子上 这般哆嗦 这不是害怕是什么 这时候 那个店伙计说 这位老人来了良久 长得慈眉善目 俗话说灭由新生 他不像坏人 眼下哆嗦 怕不是犯了什么病吧 刚说到这儿 那掌柜的狠狠的瞪了他一眼 小声说 擦好你的桌子 话那么多干什么 害怕别人当你是哑巴 这店伙计满脸通红 不再言语 那个唏嘘的高姓男子 指着郑思国就说 人心隔肚皮 谁也不知道 这老汉的来历 此人晚不犯病 早不犯病 一听着黑风神显盛 立马哆嗦起来 哪有如此巧合 他好像是这四个人的首领 所以听了这话 大家伙议论纷纷 外边的风更大了 整个客栈是摇摇欲坠的 掌柜的脸色刷白 心想了 我得个亲爷爷啊 这怕是要再吹的话 我这房子就保不住了呀 那个高兴的汉子 站了起来说 诸位 这老汉定是作恶多端 等于店里 惹得这黑风老爷不快 如果连累我们 岂不遭殃 房屋倒塌 我们一同 陪着老家伙死了 我倒有一侧 咱们把他扔出去 剩下那仨人都是同意 店伙计劝阻说 哎呀不可不可 这外面风这么大 误伤了老汉 怎么办呢 掌柜的一讲 将他踹到了造房 啪的一声锁上 回到之前说 我这哲儿口不遮拦 诸位客官 莫合他一般见识 这时还有一桌客人 有五人之多 从郑思果犯病开始 一直旁观 窃窃私语 当那高兴汉子 急易 要将郑思果 扔出店外的时候 仍然是看戏一般 不知可否 高兴汉子瞅了瞅他们 咳嗽了一声 说 这也是情非得已 店中加上掌柜 总共十一人 我们不妨表决 若是同意将这老汉扔出去 就举右手 不同意的就举左手 说完之后 自己高高举起了右手 随即剩下的那三个同伙 也是一并举起右手 他们找向掌柜的 掌柜的是个人精啊 急忙摆手说 这种事我就不参合了 背过脸去 左右手都不举 只是用眼角余光 盯了他们 另外一桌那五个客人 也学掌柜的 不举手 高兴汉子一看 一脸严肃说 即使如此 就将这老汉丢出屋子 免得连累于我们 四个人打夯一般 将哆嗦不止的 正思秒扔出了客栈 然后又将店门关上 正思秒被这飓风一吹 地上滚了好几圈 忽然全身轻松 手脚不抽了 舌头也不打结了 可是毕竟上了年纪 这么一摔着实不清 盘身着起身 在桥那客栈上方 依旧是风浪云海 而自己所处之地 是一片济染 几乎是同时 黑风怒嚎 客栈轰然之间倒塌了 除了那个小造房 整间小客栈 都成了废墟 等到风停了 看着残垣断壁 正思果嚎啕大哭 那造房缺了一墙 原先替郑思果说话的 那个店伙计 处在原地 喃喃自语 死了 全都死了 砖瓦堆地 露出了掌柜的脑袋 都已经风干了 因为还有多人 目睹着黑风 午夜袭击客栈 官署自然是 没办法追究谁的责任 便定为天灾 当然 要例行公事 找上幸存的两个人 问话一番 而正思果和那店伙计的 达词 更是令人嘖嘖称奇 人们都说 被黑风神 夺去性命的这十人 一个不冤 全是恶徒 高百川的儿子 自寻死路 受了天拣 那三个同伙 助纣为虐 那冷漠旁观的六人 又何尝不是作恶呢 好了 这就是自寻死路的故事